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玉剧院院长李树健 从议45年,演绎足迹遍布中国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全国两会他提出三方面建议 今年两会我主要提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让我们的戏剧人拥抱互联网 第二个建议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地方预言 第三个建议就是让生智和国家这一级圆团 这些主员们到下边到集成去挂之短脸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剧场歇业演出暂停 中国戏曲界、曲艺界名家以疫抗疫 先后开展了云排链、直播互动等线上文艺活动 作为玉剧领军人物 李树健此时进驻短视频平台 截至5月16日 入驻视频直播平台两个多月 点击量已突破一亿多次 我对互联网是甘免账垂货一窍不通 春节期间有疫情中间我就如注了这么快熟 这两个月时间我算了一百账 我从已了45年演了45年的戏 如果一年按100场来算 45年那就是将近就是五千场 五千场每一场按两千观众算 那就是一千万的观众 我如注互联网 发出的视频啊 一百五十三条 这个电击重量达到了一亿一千万认词 顶着我演两辈子的戏 疫情间 李树健一方面在短视频平台与各路明星 连迈传播戏曲文化 另一方面引导更多戏曲工作者拥抱互联网 优秀传统的戏曲 现在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 就是老年观众多年轻观众少 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 就是这个到农村保长的多 到城市这个买票的少 如果这个河南的文艺界 戏曲界号称十万大军 有一万这个戏曲工作者上网 那你想想这个破级面要多大 只有拥抱互联网 我们的戏曲啊 才能串承 才能发展 才能破级 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开直播 我们我们连迈来啊 跟他们交流来 都是夸解的明星 夸解的望红 我们争取给他们连迈以后 把他们的观众分子 吸引到 我们这个直播眼里 让他喜欢戏曲 李书坚介绍 戏曲人涌入互联网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戏曲人呢 有很多都是传播正能量 但是也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这方面呢 政府要出台一套 规范他们的政策 第二天呢 这个存在的困难 有很多优秀景点 剧目的板准带没有 这个将来就呼吁政府呀 文化部门将来要收集这些命家命短 随着多年演绎 李书坚带着河南玉剧走进了百老汇 好莱坞等世界舞台 并逐渐深知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老族中留学的东西 如果我们给它丢失了 我们都是千古罪 通过这多少年的演出 国外演出 我才真知道什么 就是文化自信 是吧 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我们一定要为咱们 中华民族的文化戏剧 文化事业 尽心尽力 尽知尽责 尽情尽益 尽忠尽孝 请不吝点赞订阅